妻子出车祸获得40万赔偿款 回了趟娘家竟只剩一万五千元 丈夫得知后坚决要离婚 眼前这个搂着丈夫不愿撒手的女人名叫龙芬 面对妻子的亲密举动 刘晓冬的脸上写满了厌恶与嫌弃 那么这对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事情还要从一年前开始讲起 当时的龙芬不幸遭遇车祸 病情危重的他在重症监护室整整昏迷了一个礼拜 在这期间 作为丈夫的刘晓冬寸步不离的陪伴在龙芬身边 而住院期间花费的十多万元 也是由龙芬的公共支付的 可就当龙芬痊愈出院后 原本法院判决下来的40万赔偿款却没了去向 经过一番打听后才得知 这笔钱居然是被龙芬的母亲给取走了 这样的举动把刘家父子气得够呛 而作为事件的源头 这笔钱龙芬只要不点头 他的母亲是带不走的 所以根据龙芬的公共猜测 这笔赔偿款肯定是被龙芬带回了娘家 一想到这里 龙芬的公共就气得够呛 因为在他的印象里 龙芬就是一个极其关照自己娘家的人 平日里有点钱就要往娘家里寄 如果之前这样做也就算了 可现在自己支付了十多万的医药费 而媳还背着自己将赔偿款全部带回娘家 这让她有些难以接受 可面对公共的指责与呵斥 龙芬却表现得很是淡定 直言自己并没有做出任何不妥的行为 随后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 表示这笔钱一直都存在这张卡里 并没有如公共所说带回了娘家 可早已将事情调查明了的刘家父子 根本不相信 为了表明自己没有说谎 龙芬带着丈夫与公共来到了银行验证 可当结果出来的那一刻龙芬傻眼了 原本存款四十万的银行卡 现在只剩下了一万元 这让龙芬有些慌了神 连忙解释或许是母亲将钱存在了其他卡里 那么她说的是否是真的呢 这个是存了三十万 这里存了五万 就是这里总共存了三十五万 还有剩下的五万是零用 妻子出车祸获得四十万赔偿款 回了趟娘家竟只剩一万五千元 丈夫得知后坚决要离婚 为了调查清楚这笔钱的去向 刘晓冬与父亲一同回到了龙芬的娘家 面对来势汹汹的女婿和亲家 龙芬的母亲倒显得很是淡定 并且爽快地承认了这笔钱就在她手上 但是在龙芬的母亲看来 她将这笔钱放在自己身边的行为 完全是处于对女儿的保护 并不是想要占为己有 龙芬的父母都是退休工人 二人都有养老和医保 家里还有十多万的存款 不管是养活自己还是照顾家人 都是绰绰有余 可她依旧选择将龙芬的赔偿款 留在自己身边 原因则和她的女婿有很大的关系 当时得知女儿出了车祸后 老两口便第一时间赶往了医院 可他们看到的不是女婿交集的面容 而是冷漠与思索 原来此时的龙芬由于伤势过于严重 医院已经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可刘晓冬在签字的时候犹豫了许久 这让作为父母的他们感到了担忧 更担心一旦龙芬出现意外无法清醒过来 作为丈夫的刘晓冬很可能会抛弃对方 虽然最后龙芬的身体康复了 但是这件事也给他的父母敲响了警钟 为了给女儿的未来留下保障 他们这才将钱存在自己手里 况且对于龙芬父母而言 这笔钱本就是赔偿给龙芬的 与刘家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对于岳母的话语 站在一旁的刘晓冬显得格外沉默 正当调解员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屋外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矛盾的双方则是龙芬的父亲和公公 从二人的争吵声中 龙芬出车祸的真相也浮出了水面 事发当天龙芬与自己的婆婆发声了口角 作为丈夫的刘晓冬对此不闻不问 看到自己在这个家遭受了排挤后 龙芬一气之下往娘家走去 而刘晓冬明明有车却不愿送龙芬离开 最终导致龙芬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车祸 这件事也彻底激起了龙芬家人的怒火 因为在龙芬驾到刘家后 遇到的刁难还远不止于此 妻子出车祸货赔四十万 回了趟娘家只剩一万五千元 丈夫得知后坚决要离婚 据龙芬母亲所说 女婿刘晓冬家的经济条件很是不错 而龙芬自从嫁过去后 就开始跟着丈夫在家里的装修公司做事 由于此时公司的实质管理者是龙芬的公共 工作了十几年的龙芬从来没有领到过工资 每次都如鼠上缴到了公共手里 平日里只能靠卖废品才能勉强获得一些属于自己的收入 而这些钱龙芬也没有留住 全部用在了自己的孩子身上 这也导致刘家虽然富裕 但是龙芬却过得极其简朴 而在多年以前 龙芬曾不幸流产了一次 可他在家还没休养几天 就被刘家人催促着上班干活 来到工地的龙芬 很快就被沉重的苦力活压倒 而龙芬这些年之所以会经常往娘家带东西 也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亏欠父母太多 龙芬的父母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 但是对于女儿的遭遇却牢牢地记在了心上 这次车祸的事件发生后 他们觉得不能再继续隐忍下去了 本就不受刘家人重视的龙芬 在拿到这笔赔偿款后 肯定会被刘家父子要求上交 为了让龙芬的未来有个保障 他们才会选择留下这笔钱 面对岳父岳母的行为 恼羞成怒的刘晓冻之言 如果不给钱那就离婚 随后一脸愤怒地离开了现场 虽然刘家人对龙芬并不好 可相处十多年早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 龙芬也舍不得自己年幼的孩子 连忙抱住刘晓冻希望对方可以留下来好好协商 但是刘晓冻只是蛮横地推开对方 随后离开了现场 龙芬的公共此时并没有劝阻自己的儿子 反而要求儿媳和娘家断绝关系 此后老老实实当刘家的媳妇 这让龙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第二天来到调解现场后 刘晓冻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 要求龙芬拿出二十万不然就申请离婚 刘晓冻决绝的模样让龙芬很是恼火 此时的他也不再考虑复合了 而是提出要求刘晓冻拿出这十多年来 自己在刘家工作付出的所得 此话一出现场的氛围变得越发凝重 双方的和解也不欢而散 只能等待二人情绪缓和下来后继续协商了 那么你认为龙芬与刘晓冻之间还有和好的可能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